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看两个精彩的多拍对抗 多拍一 低局2比6 低开局 沙朗切腰 及起球 比赛进入攻防 拉封了两拍 回拉高远 攻防逆转 得也杀了两拍 即蓝调 法国组合从女后蓝前调整成蓝后女前 即重杀追蓝 蓝顶直线 即抛高摆脱 沙朗蓝调 及软推中半场拉封网得分 从站位来看 混双可以简单划分为三种状态 我们重点来看看这个回合中三种站位是如何转换的 开局阶段 双筋是旅后蓝前 即得是蓝旅左右 由于拉的沙球偏软 庄筋处于一种下压不获利的局面 接下来 拉回拉高远球 庄筋从旅后蓝前变作蓝旅左右 即得从蓝旅左右变成蓝后蓝前 德尔旅 尝试攻了两拍 同样效果一般 接下来 吉奎尔后退主动蓝调 吉得轮转从蓝前蓝后变作蓝后蓝旅前 双筋依旧保持蓝旅左右 从站位来看 吉得处于混双的进攻站位 果然 吉选择重杀追蓝 蓝处理的很强势 快顶直线导致吉后仰抛高摆脱 站位上也随之变化 双筋从蓝旅左右变作蓝后蓝旅前 吉得从蓝后旅前变作蓝旅左右 接下来 扎狼反拍过渡及上网软推中半场蓝钉的痕景 蓝莎得分 在师兄看来 整体走位上 扎狼更信任女搭档 给女搭档较大的发挥空间 而吉奎尔比较强势 尽力去放大自己的发挥 压缩女搭档的空间 但问题也在这里 试图通过强势进攻 主导比赛的吉奎尔 并没有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反而被蓝牛防转弓 接着更中了套路 被抓吹球 接下来看 多拍2 第二局12比6 一开局 双方在左半区中前场谈斗 杀朗抓到得的推球 拽先变现 急抛高 那后退点杀 急起球 杀朗再杀 得回底那抛高 接下来 急收掉对角 试图缓一下节奏 但杀朗上得很快 抢推直线 及摆脱对角 那冲网合得形成对位 一投一挡 得起球 杀朗轻杀 也试图缓节奏 急快顶对角 杀朗反拍抛高 摆脱 接下来 得过度对角 那挑回头球 即抓到这排球 连续扑杀 杀朗在杀朗近身防守球出色 一直一血摆脱了出去 局面逐渐打回攻防 即没有选择提速 而是调球控制节奏 双筋通过防守左右拉扯 就在相持中 那抓到极的调球 正拍分直线破续 师兄统计了一下 这个回合的触球数 金沙拉触球10拍 金河拉触球11拍 吉尔葵触球13拍 德鲁触球7拍 可以看出极德更像传统红双 围绕男队员去打 而双筋有点女双均衡发展的味道 师兄觉得倒不是说金沙朗想故意打成女双 而是金河拉天性活跃 喜欢参与中场甚至后场的战斗 当然 一方面放任金河拉的发挥 另一方面也在积极的跑动 时刻准备着去补金河拉的漏洞 注意 这个漏洞也包括前场的漏洞 这里多提一句关于混双的服务 很多打混双的业余球友喜欢设定女队员在中前场不退 这种设定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即女球员覆盖场地的宽度问题 一旦女球员被吸引或逼迫到球场的一边 是很难及时掉头横向覆盖场地的宽度的 尤其是身材高大转身慢的女球员 我们来看这个案例 箱池中沙朗有两次中前场的关键补位 一次纳封头顶后漏掉了正手 一次纳冲网被对手打回头球漏掉了反拍 正是这两次关键的补位让比赛拖入了常规的攻防 双金严防十手逃到了对手失误 看完了多拍 最后来看两个双金精彩的得分套路 按理一 依局7比1 一开局 双方旅渡员在中路形成交手 即分边摆脱 纳回封中路及回挡直线 接下来扎朗连续提速对角结合直线 打穿暖击的换身 这个回合双金 风攻凌雀 金和纳 主封往前 连续的提速逼迫对手 接下来扎朗用了一个打转身的小套路 先斜后直把对手拉扯到反拍后 然后快速打穿正拍控当得分 线路清晰 速度犀利 回到吉奎尔的问题 即一共三拍出球 低拍接纳的出球分对角 线路还可以 速度偏慢 第二拍 挡回中路 线路速度都不好 这里最好的选择是挡反拍进网 让砂浪低手去go 第三拍 打回砂浪手边 速度还可以 线路不好 这拍其实硬碰硬很难处理 因为砂浪已经掀起速度 如果挡网过渡中路 或者对角网口是更好的选择 二约二 第三局 13-3 一开局 急快推正手 砂浪抛高摆脱 接下来进入金和纳的表演 先是接煞鞋转直 然后接掉直转鞋 分控当得分 这个回合表面上是大控当得分 点睛之笔在于如何拉扯出这个控当 金和纳 接煞爽直线 同时吸引到对方两名球员补卫正手 最终 蛇驴起跳拦截到了来球 但起跳让自己重心短暂丢失 同时加快了球的节奏 让金和纳顺利找到控当得分 第二个细节 我们来看金和纳的脚下 接煞开始时 金和纳面向对角 左脚前 右脚后 接煞之后 转变为右脚前 左脚后 这个右脚前 说明其预判和注意力已经开始偏向直线往前 结果也正好对上对手的直线位的蓝调 总结起来 金沙朗作为浪自备的球员 打球自带气场 攻守兼备 尤其是反派的运用非常潇洒 可杀可掉 可顶可超高 金和纳常常被看作花瓶 主要是其在高速对抗中出球偏软 容易被对手按在地面摩擦 但是一旦进入可以对抗的节奏 金和纳还是一个跑位积极 出球带有想法的球员 吉奎尔和德尔吕都是比较典型的欧洲球员 打球有劲 但是单靠力量能得分 却不见得能赢得比赛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 希望对喜欢混双的球员有所启发 上一期获奖的球迷 请看屏幕下方 本期我们继续送出5个VIP 感谢球员们支持 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 球员们平时打混双的感受